阿藤, 阿藤, 你的天線 是不是經常這樣認得到? 我的天線從很強烈到已經刪掉了 試過, 很強烈 刪掉了, 中大數量才刪得上 不, 其實有時候… 剛入床的時候, 的而且我很害怕 因為當時拍《珍情》 最有名的《珍情》的廁所 九九廠, 八廠的廁所很猛 因為很多年代, 少時年代 已經好像在這裡 但當時我開《珍情》 開《偶爾夜》就習慣了 這樣就照著 這樣會去嗎? 去的, 因為小時候已經沒事了 怎樣?朋友了還是怎樣? 朋友了廁所, 以為沒事 因為廁所很奇特 旁邊是藍廁, 黏著的 但女廁鏡永遠是滴水 藍廁永遠是乾的 女廁永遠…地面濕 鏡頭也滴水, 牆也滴水 其實投訴過 那你照去吧 好, 照去吧 有一次不是開《珍情》 服裝間的門關了 服裝間有很大的觀音 對著廁所 對 那時候還沒天黑 我還記得我的裝束是道童打扮 然後那間廁所很小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幾天 很小的 只有三塊鏡 總之, 如果我在第一塊鏡 看到自己的時候 如果那塊鏡有人的話 就一定好像是康皇陰神 我就在那邊洗完手一望 為什麼那塊鏡有人在那裡 為什麼我這個人在那裡 然後我已經不改 我就在那裡洗手 他就在那裡… 這樣吧 這樣還沒心灸了 笑事真的很猛 對, 沒心灸了 笑事真的很猛 為什麼呢 近山邊那個四廠… D2嗎? 四廠… 四廠… 是八廠還是四廠? 四廠 你好, 你是不是在拜鏡那裡? 是嗎? 因為其實我曾經隔壁的廠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到初一十五 就有人拿過那盆拜鏡 拜鏡? 是 我們以前那些鏡很特別 有些門是這樣打45度角 但不知靈靈的鏡 是照著那扇門後面的 因為其實如果45度角 可能只有我們照服裝 臨入廠前照一照 但那扇靈靈的鏡 只有那個廠是這樣打的 不知道照什麼東西 然後那些前輩就嚇我了 沒有, 那裡經常被人拍攝 所以就裝一塊鏡 一開門看到有沒有人 他知道你看到的話 就不會拍攝你的膝 是 他聲稱是這樣 好的 可能我的小女兒 有很多人想嚇我 好 D2哥呢? 你說的那個是怎樣的 那個廠就厲害了 那個廠有一個小朋友 就回到製片部 八廠這麼多人 開廠, 哇, 燈光火燒 那個製片 今天八廠沒有 沒有人開工的 不是的 剛才我經過, 燈光火燒 很多人 原來聽聞有個日本人 在那個廠下跌下來 然後就抓了 那個廠就很猛烈的 真的很猛烈的 所以你可能是近那裡 後來他們就說 總之服裝家沒有開觀音 看不到你就不要去廁所 是的 就是要跟中間的觀音 對, 通常都開了 對, 通常都開了 佔了那個廁所 你們才好去 對, 而且那時候 那時候是不是四至六廠 最旺的 最旺的 其實也試過 你試過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拍劇 然後凌晨兩點鐘 然後我一說對白 收音就在那裡 下面有人吹口哨 叫他停一停 然後他說沒有 那關廠門 可能廠門那裡有人吵 吵吧 吵吧 然後關廠門 沒有 然後再有人吹口哨 上面聽到 然後就說 不如你們說大聲一點 是, 都在拉斯廠 蓋上去 再推大聲一點 結果到最後 是在我耳邊吹的 好了 都不說了 那出來 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 快點拍完那場戲 就收了三、四點 一出來 我記得隔壁是片中傳奇 張家輝 他又在喊救命 原來他又是一個 全廠景的廠景 他就要在廠景的門外等 突然間 他還沒到那個Q的時候 就衝出來 然後就在喊 人在我耳邊吹口哨 在我隔壁廠 但中間是隔了化妝間 這樣啊 這件事也挺爆料的 那無可量 沒有理由隔壁廠聽到 而且在中間還隔了化妝間 那個我也覺得挺厲害 其實收音經常都聽到 他們說收音 這件事不敢出聲 總之他們問了兩次之後 第三次就不問了 他們就自己… 放一放宵夜 對, 或者先放宵夜 對… 你也有遇過嗎 有的, 我們經常吃 有怪聲 在霸廠那裡 對呀 因為其實拍攝很容易遇到的 反正很多 好玩的 很多嗎 他們說我們拍攝 剛好有一條街 他們說那個下面根本就是… 之前是那些… 榴槤壯光 對… 榴槤壯光 知道的, 歷史上有寫的 可不可以填… 其實我們整個三個月都在那個地方拍攝 然後最好是我跟另一個女生 例如我跟阿騰那樣 我看我們兩個在旁邊的房間 那兩間房間是我們兩個 最後才進入 滿了的時候敷得很重要 每一間酒店 然後那兩間房間 一直都沒有人住 沒有人願意住 後來我們才知道 他們說很猛 我換了四、五次房間都不成功 後來有一次洗澡的肉瓶裂開了 散開了 沖中下涼 沖中下涼 沖中下涼在那裡散開 但之前我已經問 我問, 你男朋友來了嗎? 還是呢? 他經常在旁邊的房間 你的洗澡的肉瓶爛爛了 你一問人男朋友有沒有來 對, 因為以前發生了整個禮拜 對不起 整個禮拜的房間 我們好像只有一層甲板 只是不停地喝的聲音 不停叫的聲音 新吟聲? 對… 所以他才問你是不是你男朋友來了 對, 她懷孕了 如坎哥肉瓶裂開了時 他聽到新吟聲 我肯定是大聲了一點, 不好意思 但那個女生其實… 大家都認識, 很熟悉 那個女生其實是很瘦女 而且她是一個很純情的 大家都知道她沒有男朋友 對, 這樣可以有新吟聲 你純情也有新吟聲 她的聲音不像她的聲音 不像她的聲音 對, 我們有問過 我們有問過 接著呢… 一開始當然是不好意思問 這麼尷尬, 我只覺得小聲一點 初時也有聽聽 又不覺得像她的聲音 有什麼好聽呢? 聽到什麼? 很接近 她聽聽那個男生是誰 是誰 對, 而且她有這個想法 她不是同學嗎? 很正常, 很正常 她不是認識的嗎? 對, 或者是我們之前說的 聽這聲音之前說的 那些男生是動演的 嘗試一下吧? 好 然後這個女生覺得奇怪 她說, 為什麼我每次都聽到 我們房間有聲音 一定是兩、三點那些 可不可以大家說開 覺得有點不妥? 因為有一次這個女生 開校學工 在半夜也是我們開通頂的 那天, 她自己坐在那裡 其實平時會跟我們聊天 有一天, 她突然就自己坐在那裡 很傻的 樣子坐到形態很奇怪 然後她就好像反眼一樣 自己一直都反眼 其實當時我很害怕 我覺得她是不妥的 因為她做的事 跟平時的行為是很不妥的 所以… 所以… 她和她… 怎麼了? 關我什麼事? 她看著她的樣子有點像 她怕你有沒有反眼 我心裡的所謂的主任 就是片主任 真是低了我們 其中有幾個人 是 幾個人 她認聲嗎? 不單止我們兩人 來來來, 叫人聽吧 不是, 叫人聽 不是, 叫人聽 真的叫我們一起去辦散